花了近十年整容,最终自食其果,把老公整成李晨,生完孩子却发现悲剧骗局,加范冰冰崩溃离婚了。 一只被网友肆意谩骂的和晨熙在她小的时候就立志成为像范冰冰一样的女人,于是她总共花了近十年去各大整容医院,仅仅时为了把容貌高度还原范冰冰,为了更加配合女友,她的男朋友无奈只能把选择改变自己,把自己整容成为大黑牛李晨的模样。 两人前年结婚,就在去年生下一个孩子,当网友们还来不及祝福他们时,他们火速离婚,网传仅仅是因为加范冰冰的男友隐瞒自己多年同性恋的秘密,让以为真的能还原别人人生的和晨熙受到了巨大打击。 据网友爆料,和晨熙的男友为了追悼范冰冰,花了父母很大一笔资金去买了一家整容医院。 为了满足女友的需求,她无奈只能把自己整容成泛女神的男友大黑牛李晨的模样,却只是为了让他们看起来更像情侣,于是这对假面夫妻就此算是都成为了网红了。 写反馈打开搜狐新闻,体验更流畅。 2017年两人结婚生下一次,结果好景不长,有知情人士向何承熙透露说她的男友其实是同性恋,这对于何承熙无疑是天打雷劈的消息。 在去年6月,何承熙在微博分享知情人士向她透露的消息的记录,记录显示她男友在与她交往期间还曾与一男子交往密切,聊天内容更是令人作呕。 而且该男子还光明正大的去于小全的正容医院进行正容,并且强迫于小全跟假面女离婚,直到何承熙为男友剩下一个孩子后,才突然觉得自己的婚姻原来是场阴谋,原来这一切只是于小全为了遵从父母的话,为自己家族不断后顾阴谋化的。 而自己俩然成为了一个工具。 对于前夫这种十分恶劣的行为,何承熙曾发微博痛斥表示自己从来都不及时同性恋,没想到却这样被人欺骗,顶住无数网友的谩骂还被最爱的人伤害,这是她所承受不住的。 何承熙的男友为了自己的一己私欲,葬送的一个女孩的一生,而且还把罪孽传给下一代,这是社会所不能容忍的。 当年太傻太天真相信了她,我不会再软弱下去。 何承熙开始删除她与前男友的一切相关记录,改正自己的态度,从心证实自己的灵魂,她认识到自己的人生绝对不能称为别人人生的一面镜子。 范冰冰冰,中国大陆著名女演员,制作人,出生于山东盛青岛市,毕业于上海谢进恒通明星学校。 1998年评级大受欢迎的电视剧《还珠格格》成名。 2003年,她主演电影《手机》及赢得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主角。 此后,她演绎了各种不同类型的角色,尤其体现在电影《苹果》、《光阴山河》和《二次曝光》中。